那很多的臭膀呢 喜欢养杜鹃养不好 今天呢 给大家说一说杜鹃倒手什么养啊 首先第一点 你看 这个杜鹃下面有很多的这种枝条长起来 你看老花姨在干嘛呢 在用力的给他掰掉 为什么掰掉呢 你一定要明白啊 植物呢 虽说是有顶端优势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一个是叫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打个比方说你给你媳妇一滴烂 老王天天惦记你媳妇 你说你怎么办啊 你把老王处理一下 是吧 那这些呢 就类似于老王 你要盖他这个点 不能让他下面的 汲取营养 因为上面的有很多的花苞 营养的会容易分散 你看这个可以给你拿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这个下面的基本上是没长什么这种 他上面的花苞 你看成熟的呢 要比这个稍微早一点 看到了吗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 画面一定要盖的一个点 杜鹃花呢 你们倒手之后啊 基本上这种花苞它都不爱打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空气湿度不够 就是太干瓣了 你一定要明白是空气湿度 就是家里面太干瓣了 干瓣了以后呢 这个花苞的就水供不上去 因为杜鹃的根系呢 是这种 看 叫毛细根须 就是说你看到它很毛细 基本上你看不着很细 很多花苞回家以后呢 用个瓷盆 用泥土 导致了焖根 根气没有氧气啊 它就不长 然后呢 它吸水能力就会变弱 时间长了 烂根 营养也吸不上了 那上面的就更惨了 这是一个点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你不管买到什么样的杜鹃 一个月左右 它的叶片啊 都会出现那种发褐色 发黑色 就是得一些个病菌类的东西 你一定要明白 这种的一般呢 是在棚里面去养护的 他呢 我们在大棚里面基本上会定期的去用一点药来抑制住这种病情啊 你甭扯那些蜈蚣 还都打药 跟你说 你就一个月 你不打点药啊 它这个叶子就不好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然后呢 我就打了一些药给它提前给它喷了 后来呢 我发现了 喷了之后呢 又好了 所以说你们发现那种 叶片像这种发红 看到没 这只是前期 前期略微有一点发红 后期慢慢的全部红 老叶子会全部不好 你看起来就是不知道得什么病了 其实这个就需要打杀菌药 可以用小黄二号 老华一这个家里边有药 再一个呢 如何提高空气湿度很多话就老问我 你套个塑料袋 你晚上的时候套上 白天的时候打开 你让我们家现在供暖了 有地暖啊 得着一下是吧 先买了个加热器 不买加热器的话 感觉就是晚上总是起来喝水 买了加热器之后 晚上不用起来喝水了 那你说空气里边干吧 人可以喝水补上 那植物就不行了吗 我跟那伙说了 植物也可以喝水给上 但是很多的话 有把这个根系给忽略了 导致了闷根 根系就受损了 所以说呢 就出现了连锁反应 一定要盖着这个点 有话说我喷水 跟你说了 我们家里边干 我买了个加热器 你说谁天天闲的没事 老在 里边喷水啊 喷得湿湖湖 哪都是 植物也一个道理 你就这种花苞 你喷了水以后 它可能导致泡水腐烂 所以说呢 你这话说 老花姨 我可以做一个烧大点的塑料袋 给他放个加热器吗 可以OK的 明白吗 就你要盖着这个脸的喜欢温润 在我呢 就是话说 老花姨 我究竟要不要换盆 其实你买回去以后不着急换盆也可以的 你像那个里面 你撒上点缓丝肥 是吧 你换盆也可以 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 大家选换盆呢 一定要知道啊 一定要选排水透气的 你像这种的 下面都有这种透水孔的 看到没有 很透气的 一话说 我用纸杀的 那也可以 再一个就土了 土的话呢 我们都这个 这个土呢 就是进口的这个泥炭了 里面那个黄色的颗粒呢 是我们加了一点点的肥料 如果说你很健康的话 是可以加肥料的往土里面少加一些 明白了吗 完全可以的 一定要用松软透气的土壤 如果没有这种泥炭的土壤呢 你可以找老花姨买 我偏不买 你偏不买 可以用什么呢 泥炭松针草炭 椰康啊 都可以 有话说 我用泥巴土行吗 泥巴土不是不行 你掺着沙子来 像这种泥巴土的感觉 就这种 很松散 不会说是浇了水以后黏糊糊的 就这种松散的沙粮土很适合的 明白了吗 这个杜蒋还是比较好养的 耐寒性很一般 耐碱性也很一般 日常的时候浇水啊 尽量的储存一些雨水 或者是纯净水 一个关于杜蒋的养护啊 给大家剖析了这几个点 希望能帮得到你 当然了 有钱的厨房可以照顾一下生意哦 爱你摸摸达 记得点关注啊 我是老花姨 眼花最转眼 白了厨房 哇嗨 爱 嘿嘿 嘿嘿